嘿 大家好 歡迎來到伊莉的魔方教學時間 今天這個影片 短短的再來分享我平常會用的手術 這裡講的並不是說 刻意說要解決什麼樣的狀況 什麼樣的攻勢 是說我平常魔方拿在手中 我相信 你應該跟我一樣嘛 每個人拿到 魔方拿在手中 就算他沒有要解手 他一定會做一些動作 一直去轉動他的手指 對 那我平常會做的是什麼 平常會做的 有一些 這個會隨著時間耳邊 我平常會做的大部分就是這個 因為如果你是我粉之後知道 伊莉我寫字用右手 可是我轉魔方呢 事實上是比較偏左撇子的感覺 所以我平常會用的第一個就是反手順 就是 這個 U' L' U L 對於你們右撇子可能就比較這樣 就是所謂的左上右下這樣 那我是左手板 這樣做六次就會回來 對 這個我反而比較少做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做起來比較順的是先打上面 而不是先打旁邊 對 對 對 OK 然後有一個手順 是我大概最近幾個月 最近半年嗎 還是幾個月才 才 才會去玩的齁 他是這樣的 對 大家可以到時候左右開工 換成你有手板 他是這樣喔 如果你 先不要求手的話 他會長這樣 一 二 三 四 OK 那這個東西在有些公式上會用到 我舉個例 例如說像這個 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呢 是我PLRO 背到後面 有兩組這個公式到最後都沒有背起來 就是拖了好幾年喔 就是我PLRO 21個 我背了19個 好久之前都背了19個 可能四五年前 結果這兩個一直都沒有背 因為這兩個我覺得 那時候太難背了 然後很難轉 然後後來發現有一個線 他就是長這樣 對 他就是 我用一個手板 不過他這個要用左手板 他是這樣 一 二 三 四 然後接下來的這些 接下來我要轉的公式呢 就跟 就跟那個 T型公式很像 他是這樣 不是T型公式 是那個叫什麼 就是換 這個 對不起我講錯 就是跟 這個公式很像 現在就是 這個公式前面加上那四部 然後在最後一兩部的時候 有點更改 你看這個公式這樣 對 對 然後這樣 對 然後這樣 然後剛剛那個公式是這樣 好我轉太快了 可是我重點 原本就不是要教你們這個公式 我要講的是說 他前面這四部 你看喔 一二三四 如果你們是用右手 那就是一二三四 對不對 可是他可以抓很快 我自己發現 當然我覺得 可能有更厲害的高手 比我更快 可是我是這樣 我是一七合成 你看喔 原本是這樣 一二三四 對不對 然後我是這樣 再看一次喔 OK 那我是怎麼轉的呢 這個可能要稍微 調一下角度 我是這樣 一 哎呀 這怎麼 這到底要怎麼讓大家看清楚 我是這樣 一 二 三 然後呢 我並不是手回來 然後石子在勾 我是這樣 一 二 三 四 懂嗎 用我的 用我的無名指 用我的無名指 再看一次 慢動作 一 二 三 四 所以他快一點 就會變這樣 對 你看 一二 三 四 無名指 一二三 所以他合起來 就變 就變這樣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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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平常轉亂的時候 上次有分享 就是我會加入一些 這個低的這個東西 對 因為我低這個事情 是我幾個月 這幾個月才摸索 所以我的無名指 到現在一定還是很 很不太熟 算有持續進步中 對 那因為有些公司 都會用到低啊 例如說像上面的坦克 對 OK 所以我平常可能就是這樣 加入這些 或者在那邊一直 一直練這個 不然就是加入一些低 主要就是無名指 對 OK OK 那這就是我平常 方塊 拿到手上的時候 會做的事情 那我相信 欸 螢幕前的 魔方愛好者 應該大家 我覺得應該沒有人 拿魔方拿在手上 不會去轉他的 應該不會 就算你沒有要解 你應該會一直持續 做一些工作 對 對 如果你有那種比較神奇的 欸我蠻好奇的 因為我昨天看到一個小朋友 用超神奇的 他神奇到我不知道怎麼用的 他就方塊 整個方塊一直旋轉這樣 對 好像是 很多人都會 可是我不會 就是 好像是這樣一直扭扭扭扭扭 然後整個方塊就一直動 對 然後很酷 對 然後那個不會讓你方塊 整個轉亂掉 對 然後可是又會 又會那個 練到你的手 我覺得不錯 如果你有什麼神奇的步伐 可以在下面 跟所有人分享喔 這樣其他人也看得到 OK 我是伊迪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